都说萌娃和宠物是世界上最可爱 但也是最不可控的物种 因此要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录制节目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2月5日 成长实验类真人秀萌宠小大人 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进入式发布会 媒体记者受邀来到神秘的萌宠学员 在刘涛园长和曾顺兴副园长的带领下 王星人欢送派对的帷幕也就此拉开 六位调皮可爱的小萌娃 加上六只逗趣欢拓的王星人 如此萌萌大的阵容 也是让出来乍到的小编们 整个心灵都要融化了呢 看着孩子和狗狗们相处融洽 萌宠学员里的大家长刘涛森顺兮 可是花了不少心力 面对这群世界上最难搞的生物 好脾气的两位 有时候也会被无厘头的孩子们气到发抖 就会变得越来越调皮 越来越不可控 因为彼此之间可能太熟了 所以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就不会那么尴尬 也就是会想直接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有可能就直接往上扑了 刚开始可能还会矜持一点点 但现在到后面基本上就是 往上也扑妈妈爸爸 就直接上来了 对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吧 他们会觉得园长和副园长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会有点点还有点害怕 就到后来熟了 就哎呀你说话 就是你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我发现我们俩脾气应该是太好了 真的是真的太好 我们就不敢去发脾气 我们如果真的已经气到发抖的时候 我们只会笑着对镜头说 我们气到发抖了 就不会说去真的会去怎么对小朋友 对 我们两个总是无奈地看着对方相视一笑 对 就像 怎么办 对 就彼此之间明白什么意思 虽然会被气到发抖 但刘涛也从孩子那里学会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 因此他对自己在节目中放飞自我的表现也直言不讳 听说在节目中他就勇敢尝试了一把蛇精角色 逼真的扮相让孩子们信以为真 只叫他臭美人 那个蛇精就是一个一直被小孩子攻击的蛇精 就是所有的小孩子冲上去打他 那个蛇精的头发好像都被拽掉了 那个蛇精其实长得还是挺美的 特别不一样 对 长得挺美的 跟我想象的蛇精完全不一样 对 很妖扰 对 很妖扰 小朋友看到蛇精叫的是什么来着 太美的 对 还有美女 他们就是对着蛇精这么叫的 涛姐扮起了蛇精 曾顺希则玩起了男扮女装 可惜被孩子们的火眼金金差点识破了 涛姐有扮过一次蛇精 然后我扮了一次小姐姐 然后我一直不敢告诉那小朋友 就是我 我一直告诉她这个小姐姐就是我的妹妹 因为她当时看我第一眼就觉得 你就是副院长 我说我不是 你是 我不是 你是 我不是 我们就僵持了很久 但是后面最后解释的是 我是她的妹妹 放飞自我的刘涛和曾顺希 也让大家看到了 他们和孩子相处时的自然 也让人感受到他们内心可爱的一面 而在教育方面 刘涛无疑是前辈了 家中一儿一女的幸福生活 也让曾顺希无比羡慕 直夸涛姐是人生赢家 我在节目中有一个title就是 有事找涛姐 对 就是什么事我搞定不清楚 叫涛姐过来 对 因为涛姐在我印象当中 就可能这个节目接触下来 我觉得她确实是人生赢家 没有没有 真的是人生赢家 就每天看这么幸福 就觉得不行 这个一定是我努力的目标 然后她其实我每天都我在观察 她怎么去教育这几个小孩子 我觉得她跟很多妈妈好像不太一样 她又像一个朋友 然后又像一个老师 然后又像一个妈妈 所以我觉得她担当的那样的职业会很多 所以我觉得她给小朋友的教育也不一样 也很多她自己方面的思考吧 想说涛姐这贤妻良母的名号也是实至名归 妥妥的就是孩子们心中的园长妈妈 不过多了六个弟弟妹妹 想说涛姐家的小宝贝会不会吃醋呀 不会不会不会 她们现在其实已经挺大的了 而且我觉得她们要看了这个节目会说 哎呀这个妹妹真好玩啊 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玩啊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跟狗狗一起去啊 她们会这么想 那就一起期待12月16日 萌宠小大人开播吧 上海报道 萌宠小大人开播吧